掌聲邀請他 謝謝 各位同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很興奮 我不知道看人這麼多 差不多 五百人以上 拼到就對了 拼到 如果主辦單位就煩惱了 要吃飯就 今天不知道撇得有夠嗎 好 那麼 我今天來講這個 克里米亞 這個自治共和國 對我們台灣有什麼欺負 我們大家來探討看看 克里米亞最近 不只在上頭條新聞 尤其差不多兩禮前 俄羅斯 一直要他併吞 他已經在 三月十六公圖 有百分之九十六 這個 克里米亞的人 說要加入俄羅斯聯邦 好 那麼 那麼 你有這裡看 這個灰色的就是烏克蘭 那麼 克里米亞在這裡 其實 以前 他有分 東烏克蘭 這邊是 這條線 這條K 做界線 東烏克蘭 代表 都說 俄羅斯語 那麼 這邊是西烏克蘭 其實以前是 波蘭的 命頭 好 那麼 建立 這個 烏克蘭 變成一個 他本身原來一個聯邦 伊加立 蘇聯 那麼 克里米亞 他本來就屬於東烏克蘭裡面 但是在赫魯協夫 赫魯協夫是東烏克蘭的人 他在做 蘇聯的領導人的時候 他用行政命 規劃 在烏克蘭裡面 加在烏克蘭聯邦裡面 所以 這有這種 歷史的因素 我們現在來看 這裡很多 黃色的線條 這都是跟蘇共 就是俄羅斯有 出產很多 天然瓦斯 那麼你看 他們這個地方 都冰天雪地的地方 尤其冬天的時候 所以 80%的 這個 俄羅斯的瓦斯 都經過這個 管道 經過烏克蘭 上去到 歐洲 歐洲有三分之一上的 瓦斯 是向俄羅斯買的 那麼 烏克蘭本身的瓦斯 80% 埃克 俄羅斯供應 所以在 2008年 因為烏克蘭欠俄羅斯的瓦斯錢 去讓俄羅斯把他斷氣 冬天雪地 因為冬天雪地 那麼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 去年 原來是 烏克蘭 亞努科威齒 已經要 他在那個年代 就要 簽歐盟 簽 一個協議 他要加入歐盟 但是俄羅斯 用 對他對他對 因為烏克蘭的經濟很壞 所以他很多人材 尤其是 軍工科技這方面 都 中國把他挖進去 所以 俄羅斯 不是俄羅斯 中共 他們的武器 在這 十幾年來 20年來 突飛猛進 就是烏克蘭的軍工科技 這個人材 他把他倒三天 所以 不是 中國人太厚 是他用錢 去拼這些 那些 失業的 烏克蘭這些 高科技的 武器人才 他把他倒研發一些 補給 那麼 這個烏克蘭 他原來 加入這個蘇聯聯邦後 解體後 他可以拼造自己一個 國家 他要加入歐盟 結果 因為他的經濟很壞 好不容易 歐盟要給他加入 那麼 俄羅斯現在 提出中意就是 他說 我可以提供 150億的美金 來援助你 他進行不到 目前欠俄羅斯 就差不多20億至少錢 美金喔 這 很多錢 那麼 他 烏克蘭本身 在這兩年來 對外國的外債 就有350億的美金 這個缺口 對烏克蘭太大 所以那個150億的美金 俄羅斯要給他提供援助 所以 亞努科維奇 就 除了俄羅斯 這邊 所以 他們去 烏克蘭的人 年輕人 都起來 反抗 他們感染比較散 沒關係 但是我還要欺負這種自由民主 法庭的 性化 不要還 回去 蘇聯 時代的性化 就對了 修羅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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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熱騰這個地方 美在這裡 這個是 這個 克里米亞半島 那麼 克里米亞半島 對俄羅斯很重要 因為 他的黑海艦隊總司令部在這裡 塞環石堡這個地方 那麼 這個地方 如果說 那裡整個外國 歐盟去 俗這個 北約的時候 定義類似說 當時 美國 的古巴 他會到那個古巴 古巴飛彈危機 好像在總統那時候 這對美國來說 好像 一支桌子 住在他的肚子旁 這樣 這美國沒辦法 忍受 所以 那時候 還要去第三次世界大戰 甚至是核子戰爭 因為 蘇聯的飛團 都已經摔在 古巴 距離很低 那飛團 如果飛起來 美國那時候 也沒有飛彈防禦系統 所以 萬人 如果 那個飛團 是 上面 如果 撐核子彈 對美國來說 他沒有 可以說沒有反應的時間 所以 美國雖然說 海上封鎖 有一條巡 你所謂的 軍艦 或是你的專家 你如果 文部主要再來到 古巴 我就給你開 去跑 所以 那個對勢 很緊張 那麼 這個 一樣 這個 如果 歐盟 拿去 都 挖美國 烏克蘭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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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如果 社會團 進去俄羅斯 就很快 時間都很長 所以俄羅斯 沒有辦法忍受 克里米亞 離開 俄羅斯的掌控 好 那麼你看 這個 羅馬尼亞 他這個 海洋艦隊就要 捐過這裡 捐過土耳 這個海峽 出去 那麼 所以 俄羅斯都不幫手 好 OK 那麼我們來 簡單介紹 克里米亞 他到底沒看 人口也差不多200萬而已 這兩千 空心裡的統計 這面積差不多台灣的三分之二大而已 但是 上面 俄羅斯的人 降百分之五十八趴 烏克蘭人 降二十四趴而已 這個 達胆人 有差不多十二趴 這個達胆人就是 東西 關掉 成績事案 征服歐洲 同時有這 黃後 黃色的禍害 有些 達胆人 他們的後遺留在烏克蘭 這個 克里米亞 這裡 那麼 在第二次世界前後 蘇聯跟這些達胆人 都把 流放去 中西埔里亞 去那裡 勞改 因為 他們那時候是 定義反俄的 可以說是 沒有跟 那個 俄羅斯 沒有跟蘇聯 共生就對了 所以 都把那些人送去 勞改 所以 一大半去 所以 買回來 克里米亞 是剩12% 本來他們是 減少數的人 那麼 1920年 五月 這個 克里米亞 獨立後 加入烏克蘭 併合於一個自治共和國 在 加入烏克蘭聯邦 那麼 烏克蘭 我們 語言是 在克里米亞 這官方語言 但是 大多數的人 都說俄羅斯語 差不多 五十八% 的俄羅斯人 當然 大部分都說俄羅斯語 那麼 你注意看 他這個 大多數人 用俄羅斯語 所以 普廷 他說 我出兵 是要去保護 講俄羅斯語的 俄羅斯語的人民 而且 他依照 以前的 喬治亞 這個 侵略喬治亞 我們奧塞迪亞 這個模式 他說 他出兵 是要去保護 在 奧塞迪亞 那個 奧塞迪亞 這個 喬治亞共和國 有消防 那些人 就是奧塞迪亞 那些都是說俄語 他出兵 就是要去保護 那些俄羅斯語的人 他請他 發俄羅斯的護照 公民證件 呼應 我們大家都差不多 台北都拿到俄羅斯這個 護照的時候 他就堂堂正正 我是要來保護俄羅斯 我的公民 我們現在來看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語言政策 這不目前 你現在 我在這裡的議員 梅雨 是去台語 來對照北京去敏南語 客語 這裡你注意看 有兩個同色的 欸 台語那不是敏南語 齁 台語是敏南語的牆牆手 我看看 對 其實我跟你說 在這裡我條件 來這裡給大家思考 這個 政策的台語 是我們高三族 齁 這十三族 包括北部族 十族 他們的原地的俄義 是我們政策的台語 那敏南語 包括我現在在講這個 就叫做敏南語 為什麼叫敏南語 福建 簡稱敏 福建的南部 張州 專州 那個蟻 金蟻 他們那個所在都叫做敏南 所以他們說話話 叫做敏南語 敏南語 你會去早期 他在報告新聞 叫做敏南語新聞 為什麼敏南語會駐台灣這麼流行 差不多百萬幾 八十 差不多都在說 都會說敏南語 就是在 電先公的時代 荷蘭時代 電先公 來廣東 台南安平 那麼電先公 他的部長 通常是在敏南 那邊比較多 所以他要來打台灣 他是在金蟻的廖樓灣 集結了 金蟻在說的 也是都說 敏南話 只是他們 他跟我們現在在說的 這個 唱調比較不一樣 荷蘭 我們說荷蘭 但是 本地的荷蘭人 他在說 荷蘭 把那個蘭 叫 叫 他們是說 荷蘭 我們才說 荷蘭 譬如說 配給人 配給Q 我是不記得 他是對 將就或全就 我們在說 換工 他說換工 他說換工 像 宜蘭的 他的Q 他的敏南槍 跟我們一般在說的 正我在說 這又不太一樣 我們在說 他說 都滷蘭 吃飯 他說吃餅 好 所以 那就是 敏南的 薑酒Q 鑽酒Q 蟻蟻Q 那麼來到台灣 就是說 第一次說 來佔台灣 他的軍書 陳永華 他在台南設一個 這個空廟 台灣 首學 頭一間空廟 就在台南 那麼 你看 陳永公在台灣 差不多23年 他的部長 都說 民安法 所以我們的 編部族 為了要 蓋他們 要學他們的文化 因為我們的編部族 都沒有議 沒有文字 沒辦法 長期把我們的議文流下去 到最後 我們那個 可以說漢話 尤其 台青來把我們關 兩百十二年 這兩百十二年 你想 比照說 日本來統治台灣五十年 就把我們的議員 我們阿公阿嬤爸爸媽媽 由於我們爸爸媽媽 他們那個 日本同學 日本是在做的 在讀工學校 他們在 那個 同學會 來大家都 都去 講到 尷尬 剛剛 現在的 我們年輕人 他們在辦同學 也是 北京去講到尷尬 五十年 就把議員 翻過了 何況 包括 我第一次講 二十二年 台青 兩百十二年 這樣差不多 兩百三十四年 當然 跟我們 北京的 北京的議員 都改做台語了 因為他台語 是官方語 是比較強 可以用強制性 你如果不來 俄外的 閩南語 官語 齁 你要生官就困難 包括 中間就來台灣 他叫四五年來後 開始在關台灣 他也是用語言政策 把我們日本這些情形淘汰掉 我們等一下再講 所以 我今天要建議說 我們要用語言政策 我們要用美語為第一 語言 第一優先 日語是我們的國語 日語是我們無國的國語 台語是我們普通的 如果有辦法救回來 把他救回來 現在 我們 我們邊部族 的議員 有什麼可能要有救 第一個就是西拉雅 台南這部 這部的西拉雅語 要有可能救回來 因為他有出議典了 這是 我們的 親華的一個 萬長老 他的祖童 萬傳道 他的祖童 叫福利賓 的福利賓人 那麼這個福利賓人 他來台灣 發展 新港文書 他都用羅馬拼音 所以 他用那個 他拿那個新港文書 回去 給他媽媽聽 他媽媽說 欸 這代表我聽得有 所以 他跟他媽媽 配合 跟這個 西拉雅語 用羅馬拼音 做幾點出來 所以 西拉雅語 要救他出來 因為文字也可以編入 因為有些新港文書 包括當時 這個 馬太福音 都有用 這個 編幕組的西拉雅語 有 用羅馬拼音 拼出來 所以可以為這些 做 辭源 來 看他這樣 恢復回來 那麼其他的 就困難了 因為像 議員的客人 我們主家的議員 從一些 差不多九十歲以上 要不要說 那些都有的 兄弟聽不懂 沒有出去 他也說不準 慘了 所以我說 從三軸 還有中部 這裡 八十的軸 有可能 但是我看 都很危險 因為我跟他說 像西拉雅語 議員 已經 差不多 要交給朋友 那些 克馬蘭嶼 是已經 還不做職務人 還不太嚴重 是 如果剛好 剛好 但是 還不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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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八十的 是已經 中風 並職務人 是很嚴重 所以 我建議 我們高砂族的 童心 你們現在 還保有你們的語言 那是 算是很幸運的 就是 你要好好繼續保存 不要把自己的語言 被媚絕 自己的語言媚絕 等於說你的文化也會被媚絕 所以我們要注意我們的語言 好 那麼北京 這個整個來看一下 除了台語 高砂加頻捕族的語言 叫做台語 其他的是不是都是 外來語 北京話 現在他們的中華民說的國語 中國來 閩南語 中國來 客語也中國來 這些都是外來語 既然是外來語言 一樣 我們既然要學外來語 我們為什麼不學現在全世界 最流行 最國際化的語言 而且大部分的文學創作 或者是高科技的這些論述 發明 這些科技的書籍 大部分都是用美語在寫 對不對 所以 我們 大日本國 不缺講日語的人才 但是我們大日本國 很缺講美語的人才 在日本他們從小就學那個 評價也名 騙價也名 外來語言 他們 用他們的音譯翻 都翻得很奇怪 像牛奶 Milk 他們說 像我們講說 大卡車 Truck 他們說 陀拉庫 他們都走 你如果這樣打 美國人聽不懂 平常我們在講 字語 很多騙子 像 韓兜路 其實是handle 是你所握的 你所控制的東西 叫handle 他說韓兜路 我們開車 抹軸 就是back 要說抹軸 我一次我的車有放比較久 頭髮很多 我朋友來看說 哇 你車都沒有抹軸 我說沒有 我都抹軸 我沒有抹軸 現在我 要請抹軸 抹軸 他說來 我說來 我說來 沒有啦來抹軸 這個議員有這裡 處理處理 所以 所以 日本人在講 英語 講到 那個腔調 很奇怪 台北人 你如果沒有 有去留米的 去修正過的 修正你的腔調 跟一個人聽不懂 所以 台灣 趁我們 如果民政務執政 好好來發展 把美語當作我們第一語言 但是國語還是日語 平常你如果要在那裡說 高砂族語 請你繼續說高砂族語 這個溝通 語言只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你不要把語言 因為台語的 三二文主義 現在大家都說 你怎麼不要說台語 你沒有人 他不會說 我們現在在說的 這個敏南語 也是外來語言 忘記了 把敏南語當作台語 這是錯誤的 OK 所以也不要強制人家說 一定要講台語 你如果有栽調 你最好 把你本身的主語 把它恢復過來 好 那麼國族的認同 大日本 我們是大日本國的人 大日本國的台灣人 這台灣人 就包括平木祖和高砂族 來對照 近很多人 那個教教兵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還是華人 還是漢人 還是東山人 這些都是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對不對 好 這樣我們港國的 對不對 好 OK 好 那麼 我們要注意 國防和新防 很重要 你國防 你花一個錢 買很好的武器 你也沒有 中程度 不好 你會判你 所以那些好的武器 如果判你 都 帶槍投靠 投向敵人 所以 新防 蓬中程 很重要 以前 中國 要防範外主 來群內 蓋 萬里 當時 花很多錢 那麼 哪有效 沒有效 你說 像 吳三貴 引清兵入關 好不好 他如果不送 他就 對你不忠誠地判你出來了 開門 迎接 台青的軍隊進來 一樣 反正 反正 你修 邊防 山海關 天下第一關 如果用錢 購買 你的城牆 更高 門打幾個人就進去了 所以不好 新防很重要 你這個 所邊防 這個人 你這個 國防人員 你如果沒有這個新防 比較好的武器 也不好 好 好 那麼我們的防衛策略 我們要美日台 親美日 來跟台灣合作 來對抗國民黨和共產黨 因為他們現在說什麼 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對不對 他們也要連共治台 我們說也要聯合美日 來鞏固台灣 保護台灣 尤其我們是 日本是我們的母國 再來我們要防範理應外合 因為我們台灣 台灣人要對照中國人民 你注意看 這次克里米亞 他在58%的俄羅斯一的人 當然 他會號召大家 來加進俄羅斯 所以這次代表公道的結果 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要加進俄羅斯 同樣我們台灣裡面 現在 台灣真的 百分之八十都說 北京議 可以說北京議 阿公如果說 他要派兵 來保護 說北京議的中國人 哇 這樣我們就慘了 所以 我們也要洪擊他們這些難民 把我們出賣 所以我覺得美國很聰明 他就是 我們民政府剛才 用這個授訊 就說我們要成為台灣公民 管理法案 來分裂 如果TW 這個TW 比較有主機做公告人員 包括做我們的 智慧隊 黑雄部隊的成員 你如果拿CE 我們民的class 就不可能給你 加入這個黑雄部隊 這是很重要的這件事 好 好 那麼新加坡 也給我們好的借進 新加坡 它有一個 古書面感 共生的領導人 就是李光耀 那麼 本來 新加坡是 希望說 要跟馬來西亞和平相處 所以 他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但是馬來西亞 他們的政策 他們國家的政策 就是要 保護 他們馬來西亞的原住民 用馬來語 為官方語言 那麼新加坡也 不配合 但是有發言說 他們都一直在保護原住民 馬來西亞的原住民 以原住民為主 對新加坡 上面有 排斥這樣 所以 李光耀買了 國務力三種 還提出馬來西亞聯邦 成立新加坡 新加坡的共和國 好 但是你 自己一個國家那些 你連水 就不夠用 要把馬來西亞買 所以 李光耀用很強勢的領導 你注意看他的語言政策 他就是用英語為低語言的政策 因為 他的戰略位置就是 他剩一個國際的港口 那麼他要把全世界的人 溝通 要做行李 或是高科技要發電 一定要用英語 跟人說 國際語言 比較好溝通 所以 他強制說 把英語列為他的第一語言 這個政策 你看 新加坡有80%的人 可以用英語溝通 可以用法語溝通的有65% 這個法語就包括閩南語 柯語 包括北京語 這個各地方語 這個法語的65% 那麼馬來語 有17% 那麼這個馬來語 新加坡也把他當作他的國語 有 但是他把這些 包括印度塔妙語 這些都叫做官方語言 給他們語言平等 沒有跟你歧視 這些都叫做官方語言 但是 尊英文為低語言 那馬來語 叫做國語 所以 我剛才在說的 日語是我們大日本國 台灣 的國語 其他我們也可以跟 你意思說 都平等 都叫做官方語言 那在各種各的地方 你也可以用北京語 給他們做 溝通的橋梁 也是都叫做官方語言 可以印一些 給他們看過的 好 那麼 我對我們 有來這裡點召 來這裡的動心 我們可以來 建議說 都要去看 這篇 嘉隆 嘉義農林學校 這個電影 威德勝宴的 威德勝出三幾篇 我都去看 都給我 很大的所謂 尤其 在德克巴萊 滑對我們高砂族 英勇 跟 他們的游擊戰的技術 其實可以說 最早的 特戰部隊就對了 躺著腳 在山 山上走來走去 呼東呼西 神龍不見守 不見尾 這樣 那日本軍 正規軍 打到這樣 都要抓狂 那麼 現在 他們的電影 他就是在說 一個日本老師 半個的高連 他結合 日本的 日本人 包括 包括 高砂族 包括 他說的 如果 他們的影評 都說漢人 錯誤 那不是漢人 那就是白寶族 所以你要了解 就是說 高砂的 白寶的 跟日本的孩子 做一個 叫做一個 叫做 這裡的農林學校 過去 冠軍都是 那個 台北家 拿冠軍去 那一次 他們 拿到 臺灣地區的 代表款 就打敗 台北家的 台北家 日本人造成的 叫做 那麼 這裡有一個 很好的 好典範就是說 山族共榮 共同為了一個目標 要 把那個 甲子園的 這個冠軍筆 要拿回來 所以 他們部分族群 同心協力 還有什麼 有鐵欄 還會走 要倒進去 很快 那麼 日本人 日本的子弟 手臂 那麼 偏不走 如果有策略應用 都很便宜 這樣做一個 叫做 去日本 如果 那些 鐵欄 導到 觀賞軍衫 你要到 觀賞軍衫 這鐵欄 撈到手 打到手 打抹 打開 所以 就叫下去骨頭 所以求失控 比較舒服 但是 他現在不敢說 捐好的球 最後他們才團圓說 豆腐你都做你捐 我替你收拾 工作都來接殺 奮戰軍事 給日本人很感動 建議大家都要去看 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